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這麼快五月了 所以我們又來到恆常節目 每月用什麼 因為剛剛出完GETS READY WITH ME 然後粉底片 所以今天就不分享化妝品了 反而是一些護膚品、食物、生活用品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今個月我有什麼想分享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分享其他東西之前 我想說一下身上穿的這件衣服 最近買完非常之喜歡 因為它很鮮明,很有春夏的感覺 然後是綁帶的,不是扣扭的 它的質地有一點厚,是針織那類 其實旁邊不會很顯肥 但後面如果你就這樣看 我都會覺得個人有點患 不過拍照的時候這麼鮮明 真的非常鮮明 很適合這個季節 我知道大家很想看夏天穿搭的了 但我覺得還未買夠 等多一會 買多一點的時候先拍片分享 然後去到第二件事 不如先說護膚品 這枝超級多人問我用後感 它就是來自TACHA的The Testatonic 它是完全水狀的質地 聞起來是很舒服的醋半香味 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它們的The Essence保濕度高一些 比較適合秋冬 這款比較清爽,適合夏天用 還有它柔軟皮膚的功效是比較強烈的 它是做到溫和去角質 但真的很溫和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用去角質化妝水 所以可以比較到 這款我大約一個月過半月才做深層清潔 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我用這款 大概三個禮拜左右 它是出了一些粉刺 所以就要一個多兩個禮拜 做深層清潔 它真的做到那種油膚水的感覺 溫和這樣 幫你做到透亮提亮 又不是美白那種 但就會沒有那麼暗沉 溫暈膚色暫時就未見到 遲些再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顏色 我是有它們另一個霜霜 是同色系 所以我就一起開來用 它們是非常之合的 終於適合季節可以開這個 The Water Cream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The Dewy Skin Cream 和The Silk Cream 這個非常之水感 真的這麼多款之中 最清爽 很適合現在的天氣 它是完全沒有負擔感的 用完這支再塗上它 整個皮膚非常之水暖 我這陣子很喜歡這個 然後還想分享多一支Toner 這個新鮮滾熱 剛剛開了不久 但昨天它拯救了我的皮膚 所以即時加入這支影片 和大家分享 它是Cubit的Calming Toner 它的質地同樣是完全水壯 昨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下午的時候 我下了妝 開冷氣 什麼都未塗 不小心睡著了 兩個小時後 一起床 整個臉是乾得要裂 很拉扯 之後這個位 因為我之前不是敏感的 起了口皮 有少少開始凸脫皮 我就用了很多不同的精華 Toner Cream 都是很表層的保濕 完全不能進去 然後我剛巧帶了它來長洲 之後我就用它來濕敷 敷了都不是很久 兩分鐘之後 你真的感覺到它在裡面 舒緩了 保濕了 然後皮膚柔軟 變回正常很多 晚上我就做回自己的護理 然後今天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是救了我那一刻 最急救最需要的一個時刻 因為Cubit他們之前是用CBD 現在應該是新配方 叫做Relief Plus 大家去它的IG看看吧 一樣都是做到一些舒緩抗敏 然後濕疹的修復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這個 要表揚它救了我的一命 護膚品就是這麼多 好了我們就進入生活用品篇 大家應該都有留意到 今個月我買了Bruno這個豆漿機 沖著它紫色來買 真的很漂亮 我應該怎樣展示給大家看呢 360度旋轉 它是很輕巧 之後非常適合小型家庭 我買它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自己家本身有養生機 破壁機 大家看我的IG的故事都知道 我很喜歡製作芝麻糊 合桃糊 最近還製作腰果露 是很方便很好味 但是那部機是很大的 長洲這裡我都很想製作 但是廚房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容納到 多一部機 所以看到這個又做到同樣的功能 它是比較輕便的話 我就馬上買了帶來這裡 但是它也有缺點 第一就是它的容量是有限的 不要看它那麼大 整個水壺這樣 它只有一半而已 是一個湯碗的大小 大小小的湯碗 第二個缺點就是 它比起我家的養生機 還是托筆機 它是沒有磨得那麼幼滑的 我家製作芝麻糊 真的好像街外一樣 是超級Smooth 但是這部它做完之後是有火粒的 所以就要看你喜不喜歡這個口感 但是總括來說 我也是挺喜歡它 沒有後悔買了它 因為家裏的養生機 的確容量大很多 有五至六碗左右 這裡兩丁有要這麼多都沒有用 它的份量剛剛好 不會太飽 過口印 亦都不需要太多 要放在雪櫃留在過夜 它是非常不錯的一個份量 然後功能方面 它做到豆漿 翻熱的湯 芝麻糊 蘑菇湯 南瓜湯 那類 奶色沙冰Smoothie 都可以做到 所以幾百元貨幣來說 我真的覺得它不錯 樣子又夠漂亮 是不是 我都很喜歡 然後就去到食物的環節 今個月有幾樣東西 我都很想跟大家介紹 是非常之喜歡吃的 有這個 是永樂麵粉廠 不是粉麵廠 的一個麵 你看到綠色這個 就是濃香魚湯芫茜麵 然後紅色這個 是麻辣牛肉麵 本人是不喜歡吃芫茜的 在雞煲上面那些一堆 之後那些涼拌菜那些 麵上面 有得走就走 我一定會撇開它 但是不知為什麼 首先不知為什麼我會買 然後買回來之後 吃的時候 我難得地覺得它是香的 不是那種臭 而且不是那麼青 如果你是喜歡芫茜的話 這個未必可以 滿足到你超超超芫茜 但是它是會有那種淡淡香香 很舒服的芫茜味的麵 然後麻辣牛肉麵 不是大家第一時間想到那種 整碗都是油 紅薄薄的 很濃的那種 它是比較走清湯路線的 它的麻辣 我覺得是多過少 又少過中 你會感覺到有辣味 但又不會說 很辛苦 要不停喝水那種 然後牛肉方面 它是像牛肉清湯 不是那種很濃 然後怎樣煮 它其實裡面已經包了湯在麵裡 水滾之後 扔麵下去 分半小時 你看到它開始散了 然後就可以吃了 一個麵 男生一定不夠 我女生再加一些菜 可能幾粒丸 一隻蛋 我就可以做一餐 這個月是很喜歡的 本身我是極度無慰的 那我女生再加一些菜 推介他們的特龍蝦子麵 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蝦子麵 然後我看到有這些新味 因為最近上去他們那裡買 我又試一試之後 又有一個新的衝擊 新的驚喜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最近試了這個 說起麵這件事 我是非常喜歡吃印尼撈麵的 然後有一個叫 SIDAP 中文好像叫 起達麵 兩個我都可以一日吃的程度 然後最近我去了阿布泰 看到一個是泰國風味的撈麵 它是日清出的 都是這隻公仔 我看到它寫著泰國製造 咖喱蟹味撈麵 就覺得不如試試吧 不吃油脂可 一吃之下 它有少少威脅到印尼撈麵的地位 第一 它的麵質做得好 不容易煮到一堆東西 糊埋了一堆 第二 就是味道方面 它紋身 沒有蟹味的 少少關係都不想 因為在泰國 咖喱雞 豬 還有你煮咖喱蝦的時候 是兩種不同的咖喱 咖喱蟹有些蛋在上面 甜甜的 它做到那種感覺 它是挺惹的 而且小時候也是女生剛剛好 一個份量 再加上一隻蛋 完美 只吃麵就很乾 所以我們找些菜配 這個其實它很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喜歡吃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不把它放在影片裡 介紹一次 是對不住 我是吃了十盒以上的 很誇張 平常見到這個很普遍的樣子 一定是魚手指 這一盒是蝦手指 吃完這個 除非你是對蝦敏感 如果不是 你不能回頭吃魚手指 因為它外面就是魚手指的脆薄薄 裡面是一粒一粒的蝦肉 是爽的 然後有鮮味 氣炸也可以 然後用一個小的煎餅仔 我用12元的那隻 剛剛好放到兩條小吃多滋味 是非常之沒足 我真的不可以不介紹 我之前幾個月都想說 但是剛好吃完 沒有盒子 今次有這個盒子 我就一定要放它在我的每月用什麼 Anyway 以上就是我今個月的每月用什麼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是 繼續喜歡看這個系列 每次一拍 我就會經過 有一個月了? 不是剛剛才拍完的 而且我每個月都會 不停地 我究竟有什麼要說 每次一用到一件事 很想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寫下在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幾乎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6月有3天 和7月有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對了對了 我拍完了 我拍完了 對了對了 不用拍照 對了對了 我每次一個結束 我拍照 我拍照 其實就是她 她是懂的 她是人 我拍照 對了對了 來來來